好 今天的早报头条消息要快速带你来关西 刚刚也都带您掌握了 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 国防部长可能要有异动了 高华柱据了解 他已经接任了有四年的时间 那么最近有可能呢 高华柱渴望外派驻欧 据于新任的国防部长人选 有可能是前参谋总长林振宜上将 另外来关心的是 我们知道现在12年国教就要上路了 德性成绩称相当的重要 现在传出在台中 有一名男学生可能因为欺负女同学 而且老师问他话的时候他还呛吓 居然被老师呼了30个耳光 他居然敢怒不敢言了 还有12年国教的母法 今天渴望三读通过立法院今天的临时院会 最新的消息我们会持续带您来关心 这是今天早报的头条消息 另外还有啊 这位民政处处长啊 他居然连说了三次 两岸统一是必然的 把一些家长快启诈了 在今天早报的头条带您掌握